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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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大流行 果然昨天後來 美股瀕臨光朗的大跌 我也不知道咋說了 到底是我預測準的還是 要不要聽我的主持的節目 你真定吧 今天下面我又給你帶來一些 新的預測 好了 昨天很有意思 昨天是美股大跌 美股大跌 然後昨天下午 我還特別關注了歐洲的股市 昨天到下午4點半的時候 歐洲股市開始了 開始了小小一點回升 覺得還可以 等到又幾個小時 一個光的又大跌了 到晚上美股大 美股開始的時候 那是跌的慘不冷凍了 所以這大概可以印證了 全球大爆發 當然現在目前 世界衛生組織不願意這樣說 但是恐怕風險真的是很大 關鍵後面還有一系列難點了 馬上告訴你 過去去交 好了 值得此刻 我還真是慶幸上星期 急急忙忙從歐洲返回了我們偉大祖國 香港現在也是偉大祖國的一部分 那上星期如果穆尼克安全會議 在這個時候開 那恐怕就不得了了 你看現在伊朗的衛生部副部長 斯洛伐克尼亞的什麼總理等等 都會攬上 好 我們先看看 昨天那個美股 歐股都大跌 所以現在今天 《Fanache Times》 英國的《金融時報》報導說 這個西方 這個國家啦 投資者啦 現在都是一頭一眼了 那麼現在聯合新聞網 和《Wall Street Journal》也有相同的報導 這個美國的反疫情的專家 已經明確地發出警告 要警惕社區大爆發 社區大爆發記得是 這是在幾個星期以前 在咱們中國大陸和香港說的事 現在美國也開始來了 然後同時美國方面還警告 新的疫情有可能會遲早 要在美國爆發 要為生活被打亂 做準備來了 然後呢 關鍵今年還是什麼 今年還是美國大選之年 特朗普要被連任了 所以《南華早報》說 這是一個Black Swarm 這是一個黑天鵝嘛 對不對 然後同時呢 現在昨天特朗普不是說嗎 在印度跟那個莫迪親啊 又是握手了 又是擁抱了 就差兩個男人接吻了 然後現在他說 沒問題 沒問題 Don't worry 我已經向國會尋求18億美元 撥款應對疾病 你以為開玩笑 你以為做生意啊 你以為你是銀行家 蹦點水出來 這個經濟就能上去了 病毒不買帳 你給病毒再多的錢 病毒又不需要錢 OK 這個特朗普不懂這個 好 然後一同時 我們現在看看投資者 這個按照新郎網的報導說 美國的投資者現在沒信心了 美國10年期的國債收益率 觸及1.32% 1.32% 創歷史新低 然後呢 美聯署的副主席 美國的央行開始說話了 說要密切關注疫情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還無法調整 是啊 這廢話嘛 到目前為止 一 從醫學角度 你不知道能不能控制疫情 也不知道它什麼時候 這個蔓延到什麼程度 二 從經濟的角度 你還無法來預估 這個高度全球化的世界 如何你中於我 中於你 與此同時 我要提醒注意一下 最近咱們中國是開始穩定了 現在歐美地區開始爆發了 對不對 這個供應鏈 前一陣 大家都很擔心 說中國停產 然後他們那邊就停工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咱們復工了 復工 咱們的供應鏈開始起來了 他們那邊兩個風險 第一 它供應鏈有沒有分散了 第二 也許他們那邊也做不了工 然後又重新回來 病毒重新回來 有可能 昨天不是說很多韓國人 要逃到青島去了嗎 雖然後來出來否認了說 其實只有20%個人過來 但是與此同時 那邊的供應鏈的反效果 也會影響咱們中國的供應鏈 所以這是一個高度全球化的世界 而且就是這樣 我重用你 所以我們看看路透社 今天報道說 美國的消費者新興要保持強勁 儘管對新冠狀的病毒的憂慮 開始加深 然後Kudrov 就像美國總統的一個顧問 電視評論員沒做好 只能給總統當當顧問 你看他說什麼話 什麼武漢肺炎 這哪是武漢肺炎 是人間悲劇 第一句話不對的 難怪電視評論員做不好 壞也不會說 然後也許不是美國經濟的悲劇 所以只能給總統去當顧問 所以他料美國聯邦局 聯儲局 不會以減息來緩解疫情的 這個經濟影響 所以我覺得他還出來少說話 現在特朗普要出來說話了 你看他跟莫迪兩個人親熱 所以我就說兄弟 兩兄弟 一個特兇 一個莫兇 口罩 口罩在哪裡 口罩沒有 還要亂擁抱 然後特朗普說 連任則股市生 敗則股市崩盤 告訴你 剛在《南華早報》 這個英文特朗普肯定看得懂 去看一看 今年是你的Black Swan in your election year 這是今年你的選舉 今年的一個黑天鵝 能不能控制好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同時《南華早報》報道說 美國官員說 他說中國還是 我們還是期待中國 雖然有這個疫情 但是還能夠完整 來旅行 就1月份簽了 第一階段的一個協議 然後同時《明報》報道說 對線首輪的貿易協議 中國準備放寬 美國牛肉的一個進口等等等等 都是如此 現在還有官僚問題 中國和歐洲了 現在歐洲不是意大利 奧地利亞都在爆發嗎 德國 像我以前讀書那地方 它現在也開始慢慢開始爆發起來了 官僚都跟中國沒關係 沒到過中國 好 現在 這個官僚是3月31號 中國和歐洲每年的年度峰會 按理說要在北京舉行 現在到底推遲還是不推遲 《南華早報》說 到目前為止 現在好像還是準備舉行的 我估計這首選 最好還是推遲一些 為了大家共同的健康 現在你看伊朗的衛生部副部長 都懶病了 斯洛伐克的總理也懶病了 雖然他自己說是傷呼吸道感染 咱不說了 後面路透社還有一個報道說 新冠病毒的疫情 打擊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長的預測 打擊石油油價 這個增長預測的 降到10年以內最低 甚至還有可能會繼續降低 這個時候是國際能源組織說的 然後疫情 打擊旅遊業是不用說了 旅遊 餐廳 零售 什麼珠寶業 這都不用說了 一個是供應鏈 這很重要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以後有10年 我再給大家講 除了經濟以外 人類的社會的叫什麼 生態系統會發生演變 這說聽上去很複雜 不是自然生態系統 是社交生態系統 我就不再說了 未來幾天有時間 你給我30分鐘時間 我好好給你講一講 最近我的研究結果 人類的社會生態系統 有可能會發生質的變化 好 同時聯合早報 還有一個報道說 冠狀病毒的患者日增 韓國的消費者信心大跌 這些都是表面小Case 這個嚴重的事情在後面 然後聯合早報和Business Insight 都有相同的報道 受冠病的影響 現在叫什麼冠病 這實用的好一點 一聽以為是冠心病 受冠病的影響 越南紡織業第二季度起 材料嚴重短缺 這些也都是小Case 這都是一個個個案 個案 供應鏈 價值鏈 還有什麼資金鏈 房地產資金鏈斷裂 這都有可能 生態系統 好 同時我們再看看CNBC 和其他的一個媒體都報導 說美國的健康官員說 這個疫苗 現在不是都說疫苗嗎 我上次在慕安會 有個中共官員說 不用擔心 疫苗馬上就整出來了 現在疫苗在人身上要發揮 作用大概六個星期以後 然後美國方面也說 這個疫苗可能在一年 至一年半以後準備就緒 然後美國方面 不是還搞了一個所謂的西藥嗎 叫瑞德西維嗎 按照路透社的報導說 還在臨床試驗4月27號公佈結果 那是中國知識產權局說的 今天幾號 今天是4月26號 還有兩個月 天哪 兩個月病毒都走了 你的疫苗還出來 然後世界衛生組織前幾年說 我們不希望用這個pandemic 用大流行這個詞 現在他說全球還沒準備好 不管他用不用這個詞 我們只看問題的本質 現在東京奧運會 現在日本也被大爆發 東京奧運會好像今天夏天 有可能會取消 但取不取消 到今年5月份 5月底的時候再訂 伊朗死亡率現在是最高的 《閒冷革經濟報》報導說 也是由於隱瞞這個疫情 更重要的是 俠克島報導說 伊朗目前無法制度生產的檢測試劑 因為受到一些國家的制裁 進口方式可能會存在困難 所以當全球大爆發 一是醫學上 第二是什麼呢 我們說geopolitical 就是地緣戰略政治 一會兒第三步我會跟你講 現在你比如說 伊朗跟美國能合作嗎 以色列跟伊朗都遇到病情的 都遇到病毒是沒有國界的 病毒不認天空的 對不對 有些以色列的病毒 嗚嗚嗚嗚就傳到伊朗那裡去 伊朗也是這樣 這以色列跟伊朗能加強合作嗎 這才是問題的難點 100年前西班牙大流感 跟這個非常類似 好 同時我們看看這個 說伊朗 伊朗就到 好 確診之前還在處於記者會 伊朗的衛生部長 不斷地擦汗摩鼻體 這 這是真可以逗的 但不等於說 以後你在開會的時候 看到有人擦汗摩鼻體 你都以為是像伊朗 衛生部長那樣的情況 這是不可等同人一端 然後《中國時報》還有一個報道 韓國現在曾中災區了嗎 那幾個鎮啊 這個城市啊都被封閉了 關鍵問題 韓國有些邪教組織 不久以前還到過武漢 這是一個問題 好 我們快點 然後韓國抵三東的航班 全機167個乘客全部會取消 現在很多韓國人到青島來避難了 駐日美軍司令的稱有必要 重新調整美國駐留的經費的 一個協定 然後文在寅總統 你看也是戴著口罩 文總統 把口罩拿下來是不行的 這個年頭 口罩比黃金更重要 文在寅昨天開會說 由跟確診的病例接觸者余會 引起擔憂 現在是禍不擔心啊 袒虎色變 《香港經濟日報》還有一個報道說 日韓文化呢 這個阻礙防疫 這個新冠狀有可能會存在 朝鮮媒體提醒居民要保持警惕 加拿大的防疫力度 你看還有個事 如果韓國的病毒 一不小心飛到朝鮮去 那可怎麼辦 朝鮮跟韓國在這個問題上 能夠聯合起來對付病毒嗎 搞一個對病毒的聯合軍事演戲嗎 日朝聯合應對病毒聯合軍事演戲 比如說 這不可能的問題就在這兒 好 先我們看看印度 莫凶和特凶 特朗普和莫迪兩個人親熱得很 兩個人現在簽訂了一系列 從軍事到技術到經濟到受武 等等各方面的一個協議 好 《香港大公報》 他發表一個評論文章說 特朗普訪問印度 試圖撬動亞太的地緣板塊 這肯定是的 關鍵人家莫凶那邊 批跌批跌高興壞了 特朗普首訪印度之前 德里爆發修訂公民生分法 以來的最大的一個衝突 在盛戰印巴關係 特朗普平擺勿隆 這老兄糊塗到這個程度 印度和巴基斯坦是術敵 1947年以後是術敵 這當然是英國人留下的 一個定時炸彈 然後他居然在印度 一個幾千人的聚會上 他說我跟巴基斯坦關係很好 巴基斯坦是我的好朋友 這兄弟基本上要重新 到喬治華盛頓大學的 國際關係學院 好好去培訓一下 要不然的話都不會說 好 然後他要跑到 印度的一個什麼 很重要的地方去參拜 然後據他的保鏢說 特朗普人太高了 進不去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邊說到這邊 咱們說到馬哈蒂爾吧 馬哈蒂爾現在95歲了 以退為功 據說跟安華之間有矛盾 現在他這事恐怕還懸 元首個別召見200多個國會議員 這個同時現在也有點變卦了 馬哈蒂爾祖閣也開始生變 所以人有時候叫聰明反背聰明物 好了 後來我們馬上看一下 好 過去初報 好 剛才講到馬哈蒂爾 馬哈蒂爾算是一個強人吧 咱們先看看這個伊朗 不是伊朗 埃及的另外一個強人 莫巴拉克兵僱了 莫巴拉克這個確實是一個強人 1981年他的前任叫什麼 薩達特 叫什麼來著 被強殺的時候 這個當時莫巴拉克上台 我那時候還是個小孩子一枚 親眼看到他30年 如何成為埃及的強人 同時我們看看 美國對中國伊朗和俄羅斯 和土耳其的13家機構 美國和個人實施制裁老生常談 賴德齊澤現在跟英國方面去談了 美英之間 英歐之間 英日之間 中印之間 這都非常重要的一個 雙邊貿易協議在英國投入之後 然後日本呢 傳放寬外資的一個持股協定 肯尼亞它的那些動物 現在都不能被斬殺了 這個後面有很深刻的原因 咱們就不說了 時間不夠 然後德國有一個反通貝里的少女 獲得親特朗普的自撲的立旁 巴西軍警罷工 凶案五倍之多 印度的空氣非常污染 這個最嚴重 中國的情況倒有所改善 現在在英國也不行了 英國兄弟們也都戴上口罩了 然後學校也要放假了 義大利現在不是一個重症嗎 變成一個疫區了嗎 義大利的醫生 到西班牙度假以後確診了 酒店裡面千里千人隔離 天上去沒毛病 關鍵問題 西班牙叫禍不擔心 不但遇到來自西班牙的醫生 帶來的病毒 意大利醫生帶來的病毒 聽上去比較複雜 同時它自己本身 還有一個叫 紅沙風暴席卷西班牙 城市陷入一片昏晃 我們看一下大千世界 這音樂聽上去好像西班牙鬥牛市 又是病毒 義大利帶來的病毒 然後自己本身又是紅沙風暴 這是給鬧的 好了 咱們趕緊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看看中國農業 情況到底如何 好 歡迎回來 大家知道老聽我節目 老看我節目的朋友 也都知道 這個基本上是休息完了以後 廣告回來以後 我總會要拍拍口袋 說腦子空空 口袋要鼓鼓 現在不是 現在是西裝狗履 口袋一摸全是空的 好幾個月了 口袋都是空的 但是最近就在幾十秒之前 這個最近 有個好消息 美女主編在耳機裡跟我說 香港特區政府 大概剛剛在十幾分鐘之前宣布 說從現在開始 給年滿18歲以上的 香港英國居民 每人發一 不是一百塊 是一萬塊錢港幣 這口袋算是稍微能夠撐起來的 不過在這之前 病毒先得走路 咱們現在要有飯吃 好 後面談談咱們吃飯的事 農業 中央聚焦 是吧 中國古人說民意識為天 這最重要 咱們現在習主席發話了 按照人民日報海外辦的報導 說的習近平主席 在對全國春季農業工作會議 做出重要的指示 說越是面對風險的挑戰 越要穩住農業 下面是李克強做出重要的批示 然後新報報導說 內地的資農 資小 再貸款減息0.25里 資農 資小 資農嘛 資小就是資 這小不要亂去聯想 這個小型企業 中小企業 然後同時 人民日報海外辦 和中國時報 都有報導說 說大陸以限分區 是疫情分級復工 分級復工 叫精準復工復產 當然關鍵問題 新報還有一個報導說 它說現在內地的 中小企就自小嘛 對不對 小 只有3% 10%的企業能夠復工 很多人復工也沒用 復工不復產有什麼用 對不對 好 這就是供應鏈 後面產生問題了 那文匯報和大公報都說了 九成的中小企業 料手機的營收是減半的 那肯定的了 然後新報報導說 這個乘聯會 料今年全國賣車跌5% 不是 昨天說了嗎 還有一種叫防疫車 防疫的 防疫情的車 倒反而賣得很好 這就是看你會不會搞轉型了 同樣兩個互聯網的巨頭 一個是阿里 一個騰訊 本來我們以為阿里 騰訊 都是互聯網公司 對不對 這個一個叫海外 一個叫WeChat 一個叫阿里培 WeChat 也阿里培 現在聯合早報說 阿里和騰訊 在中國互聯網巨頭 在疫情當中分化了 因為騰訊全是互聯網產品 尤其是小孩子宅在家裡 遊戲等等 搞得不約了 阿里呢 他搞什麼美團啦 外賣啦等等啊 雖然是借助了互聯網的傳統 但到最後營收 還是要從實體經濟上來了 這就在這個當中分化了 當然這不等於說 人可以不吃飯 對不對 飯還是要 這還是實體經濟要吃 所以其實這事還是經濟 遇到了一個很重大的一個挑戰 聯合早報還有一個報道說 中國服務博辦說 不得以防疫為藉口 對貧困戶外處務工 叫什麼 一獨了之 聯合早報還有一個報道說 中國銀保監會說 提高不良貸款的輪延度 是階段性的一個政策 那現在要反思了 一堂風險教育課 這話不是我說的 這是《人民日報》說的 一個是海外版說 一堂深刻的風險教育課 還有《人民日報》 這個正版 國內版是說 疫情防控不獲全勝 絕不輕言成功 《文匯報》報導說 國家衛健委說 對湖北要繼續採取最嚴的防控 然後湖北省的省委書記 以及上海市市長應有說 毫不放鬆外防的輸出 繼續嚴管 手牢 漢離惡的一個通道 武漢市委書記還說 要做好 做實老人的防疫 老人防疫非常重要 《新島日報》透露說 武漢一個養老院 兩個月就死了19個人 然後聯合國秘書長說 感謝中國人民的犧牲 確實守住中國就是保衛世界 然後《文匯報》和《大公報》 都有報導說 《世界衛生組織》說 中國疫情的頂峰已經過去 給所有國家以防控的行刑 不就以前咱們習近平主席 跟其他國家一些領導人 通話的時候也說 中國在過去一個月 做出了巨大的犧牲 其實我們是有一些經驗 可以跟你們分享的 好 《中央書報》 《中央書報》馬上還告訴你 這個美國的《華爾街日報》 是吧 不是進取 不是反思 這個說中國什麼東亞病婦 然後中國驅逐它以後 它還反驅逐 所以現在這時候給鬧了 所以連個早報說 美國驅逐大陸的記者 還反制大陸說 你簡直是黑白不分 不容種族歧視 胡說八道 然後蓬佩奧那邊說 我們要做適當的回應等等 《文匯報》和CNBC 都有相同的報導 說中華的科技成果不是偷搶 美國的窃取論完全是別於用心 現在是有WTO 世界貿易組織 WHO 世界衛生組織 還有一個WIPO 就世界的資質產權的一個組織 中國要爭當總幹事 中美再交鋒 上一年第四季擴建 列入最大的建設的一個清單 同時《聯合早報》報導說 杭州初新增 頂尖人才可以獲得800萬元的 一個購房的一個補貼 《新報》和《新導日報》 都有相同的報導 說香港的出口上個月 極低了23% 供應鏈失序 本月可能會更差 然後這個很重要 相關大學有一個日本的學者 以前當過WHO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的 什麼助理幹事長 現在無論是我們的院士 還是各方的醫學人士 都指向一個共同的 不同的渠道指向 就是說未來我們要破一個迷失 這個病毒不像SARS 不是溫度升高的 它就會走的 有可能以後人類要長期跟它共存 這才是一個問題 長期共存 怎麼共存 這就是以後過幾天 我有時間我跟大家說一下 我研究的結果 然後信報報道說 這個富士康聘請鍾南山 為副公的總顧問 那個鍾南山說 抗疫情的這個疫苗 對部分病人的療效 還是非常明顯 天津有個教授 按照相關信報報道說 自己服用疫苗試藥 不錯 好了 咱們休息一下 你休息一下 我走過去 後面看看全球的 這個大爆發會不會來的 首先我們大概有一個兩分鐘 我可以慢慢說 不用像前幾年那麼趕 03年的時候 其實相對比較簡單 這個死亡率高 傳染率低 咱們就不說了 03年這個世界 還沒有像今天如此高度的全球化 所以它傳染性是有限的 現在你看這個全球化 全球化不但是生產過程全球化 包括資本權力 或者最關鍵是人員全球化 耳朵很多東西的 這個高度全球化世界病毒 就必然會互相的傳染 那麼在這麼一種情況下 這個我們看看香港《明報》 有一篇文章叫 《國際抗疫缺乏協調衝擊全球化》 現在本身 由於地獄戰略的衝突 美國等這些國家 就要稍微去全球化 而現在在這麼一種過程當中 這個全球抗疫缺乏協調 這裡到後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觀點了 新冠肺炎全球爆發可能性還是很大 不管用不用這個詞 用不用全球大流行這個詞 現在至少在幾個州都已經出現了 亞洲 中東 歐洲 美國 幾個主要的州 現在就非洲好像還沒有 拉丁美洲好像還沒有聽說 所以此時此刻 第一 歐洲和中東是關鍵 那麼如果歐洲跨大西洋 傳到美國去的話 美國現在已經說了社區大爆發 一會兒再講 現在關鍵問題 就是大家缺乏協調 本身在公共危機來臨的時候 各國缺乏協調 本身是缺乏經驗的這種表現 因為公共衛生危機很少有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大家要注意 很多國家是有地緣戰點衝突的 你比如說 巴基斯坦和伊朗兩國家很近 病毒飛來飛去 這個時候兩個國家要封關啦 要加強協調啦 怎麼弄 沒法弄 敵人之間搞不弄 以色列和伊朗如何協調 南韓和韓國和朝鮮如何協調 都是問題 美國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美國社區大爆發 現在是發出一個預警 希望這個預警永遠不會實現 但是今年是美國的選舉之年 而且今年也是國際經濟 非常關鍵的一年 好了 明年咱們再繼續聊吧